下雨天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一樣的嗎 可是它沒有按下去不行 沒有按啊 不行不行不行 抽但超小的 超小的 你在作不在 全面和保抄 你猜他 paddle 我們在旁邊有 戰,救我,戰 那你是國際黨嗎 他這個比國際黨再更過多一點 國際黨又反黨 世界國際黨 你現在是採 勾 勾 勾 1嘛 1 勾 2 3 4 這個是勾 才 才 你休息一下 等一下 你先吃飽 OK 我們在騎的時候啊 賽車在騎的時候 你是這樣騎的 所以你有時候是這樣看出去的 所以你帽子不能戴太低 要擋住視線啊 對啊 可是我會餘光欸 我有餘光中啊 就餘光 不要再讓他講話 餘光進行中啊 餘光中 我的視線 我主宰 可以啊 他可以踩 小踩啊 踩發 我現在是1.6 抓 抓 你要其他的 你要其他的 踩下去好了 再用力 沒有 他要一次那種感覺 好 要是否要去 可以啊 有一點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 我們撤下去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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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場地 一般如果雨天的話大概是 一圈五十幾秒 剛剛我們其實有幫你裝Sensor 你剛剛一圈九十五秒 我的努力是你們的雙倍 把握在中午休息時間前再讓你騎兩次 真的假的 真的我們先確保有摔摔摔 對我們先確保有 你們只是想要看我摔摔而已 第二個你坐的位置 你坐後面一點 你坐後面一點 因為你剛剛坐太前了 你去後面繞一下 好… 好啦上來 欸 陳真 拾到了 好嗎 還是你愛上這個橢圓形的賽道 來吧吧 可以 我贏得去 等一下 不要急 你 你練最後體力就這一關 這個有點滑 不停啊 太低了 好 停下來 停下來 來 你不太高 不要怕 狗哥 這個椅子就花了 一千元跟一人叫孫生 後來他就練了賽車 因為孫生現在啊 其實今天本來是要讓他體驗 但是呢 所以我們決定先讓他 從基本的八支定員開始 其實真的啊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一開始新手就應該從八支定員練習 那我們本來想說孫生 因為不服輸的個性 在賽道上他不需要練習 他直接來就 真的不行 試試看 待會我們今天小幫手 Mike呢 我來示範什麼叫做定員 好吧 就那一台 好了嗎 好 你坐後面一點 坐後面一點 好 然後現在把你的屁股移出來一半 對 對 腳打開沒關係 你做得 好 坐出來 坐出來 沒有時間要要出來啊 太遠了 太遠了 怎麼放進出來 還是你覺得這邊太窄 能坐出來 到底會不會大一點 換位置 啊 啊 改變不了了我們 改位 你們小心喔 平常練習你們會看眼睛拍嘛 對不對 對 今天小心一點 沒想到 這個YouTuber 不是那個Tusle耶 哈哈哈 Tusle 你檢查你左邊的滑形塊 應該有磨到 有 中了 中了 因為你是磨到的時候 你有點嚇到 那一下如果你沒有嚇到 你穩住了 你就磨到了 真的 你要成功了 你就磨成功了 你卸側 你看看 真的 你沒有 你沒有在嗎 怎麼樣 壓到我手 壓到什麼 好 三天好 我想不知道你喔 我剛剛跟他說 我通過都還會叫你 最佩服孫生就是 不管去哪裡啊 買車 上課 改車 買帽 買帽 買帽的也有嗎 也有 我看 練車到哪都有咩 不要擔心 那你看曬得多快 曬得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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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站在旁邊 沒有人 曬得多快 可是如果有沒有來 又沒有拍 小心 交給你 快一點 曬得多快 除了 找得多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 老實說呢結束我不知道到底要說開心還是不開心 因為今天這個雨實在是有點大 太誇張了 但沒辦法因為就是約好今天了 昨天晚上還說風雨無阻嗎 對 不是啦一方面我們其實平常事情也都忙啦 然後孫生他的檔期也很滿 他就今天 所以想一想就風雨無阻 我們今天還來之前我問凱哥說 你們禮拜四如果下雨會有人買嗎 他說無論如果他都會在 就看你們敢不敢 哎呦他就來啊 但是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會誤會我們是拉孫生來玩 其實不是 是孫生自己要玩的 沒錯 我們本來是約這個禮拜四他說想騎車啦 他自從買了車以後 你送他的頂帽子他多喜歡 他到處騎車去哪裡他說騎車 然後他就說本來是要去外面騎 後來他想想說還是你們可以帶我們去體驗一下賽車 那其實我當下想拒絕他 不是啊 那我們如果今天拉比賽車 然後我們跑去就是練車 其實新手要這樣玩是有難度的 真的 後來我想到不對不對 在極限 那個凱哥他們啊 有著卡又體驗嘛 對對對 就把他拉過來 但我也問喔 他如果沒有經驗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就當作來試試看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也可以開放 就是接受 每個禮拜四 就是卡又這個社團 對 他們在這邊呢有租車體驗 沒錯 你就算是新手 你只要會騎車 你不要完全不會騎車 還說教我騎車我不會轉油門 那不行 但是 你會一些基本的 你來這邊 就算你對賽車沒有研究 你沒有練過像 孫生他們沒有練過落八電源嘛 你也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 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好的 因為聽說也有小朋友 他們有這些小朋友就是 當然你要只要踩得到地啦 就來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因為賽車它是本來就是 門檻喔 在台灣來講 我們環境沒有那麼好 但是其實門檻相對低 你要花少量的錢 就可以體驗看看 所以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就像我們極限賽車廠 每個禮拜四 那你想了解更詳細的話 可以加入他們卡又的社團 沒錯 FV搜尋 不知道後製要不要幫我做 好 但今天重點為什麼 Mike要來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所以我從台北過來比較麻煩 我如果打下車就放開 就找他了 沒錯 沒有啦 就是請你支援一下安全帽的部分 因為賽道用安全帽 跟我們在道路上使用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對所以請他支援之外 然後我們也幹了TK的PE 來給他出來 沒錯 回去今天下雨 臨死電很臭 叫他自己處理 然後因為本來我是想說 如果天氣好 我們也可以騎練一下車 因為Mike喔 真的很需要 上次本田的人就是活動結束 媒體被結束 他問我說 我有一個疑問喔 那個Mike又沒來 為什麼兩三支影片裡面都有Mike 都有 你現在已經是我們那個素材庫裡面 最重要的素材了 每次裡面都有Mike出現 對 明明就沒有來 還是好運 沒有 因為我本來想說天氣好 那你就順便來練車 對 我讓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 對紅白邊過敏 滑行快怎麼樣跟地面呢 為什麼會過敏 為什麼會差這麼遠 為什麼會這麼怕 來試試看 但不巧下雨 沒關係今天你也很辛苦 OK啦 陪他們這樣子弄 但我覺得Mike也好 孫生也好 他們讓我感覺到一件事情 嗯 因為騎車真的是 你願意去騎就好 的確啊 的確啊 就不要那麼囉嗦 什麼話 沒準備好 有的沒的 想騎就來騎 沒錯 有時候你借口太多 你看 又有我的事 對不對 你看 本來說比賽很麻煩 怎麼樣如何如何 其實真的下去比有決心 就可以 而且 我覺得車圈是這樣子啊 剛開始大家有說 哎呦 這個新手很麻煩 可是真的你完了 你有投入其實大家都願意幫你 你不要說別的 你說練車我們工具沒帶 叫做借都有 東西摔壞了 也有 對對 所以 想玩趕快玩 好不好 想買帽子咧 錢太多你就去買他們家 我們很早 以前十幾年前來比賽就在極限 這幾年其實他們整理得很好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 他們這個貨櫃屋裡面 我好喜歡 你看大家的車 因為這些車就是他們 就寄放在這邊 然後裝備也放在這裡 其實啊 我必須說 因為雖然凱哥說他低調 但我真覺得 如果你想要好好練車 尤其擋車部分啊 卡又這種 他沒有辦法領牌 可是他就是純粹賽道練習 對啊 幾萬塊 七萬 差不多啦 有貴有名 忘了 反正呢 你十萬塊 以內你可以買到這樣的車 你就當做純練習 其實很OK啊 對啊 他就放那邊 然後移放那邊 人來直接 啊你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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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只買總代理的車 為什麼 因為他要買的同時跟人家說 那我店裡可不可以放 我的安全帽這樣子 今天騎網發現另外一個 嗯 我忽略的事情 嗯 因為包含你在內 你也沒有什麼機會練到繞巴電源對不對 很難 真的很難 那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下次做那個繞巴教學什麼的 可以 你OK我OK 那個之前 欠大家很久的一些教學影片呢 最近就會開始執行了 因為賽季也結束了 然後 新車可能 算了 隨便 反正就會做影片 想學騎車 想看更多車界相關資訊的話 請訂閱Biking機車資訊網 想看廢片的話 克里夫山訂起來 訂閱起來 帽子的話 言憑北路大橋 買起來 掰掰